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韦光 你终于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进宫以后给你写的信 当时不知道继去哪儿 一直没给你看 你要仔细地看哦 还有 你以后不许再跟我交代后事了 知道吗 你以后看看 你以后要随着 帅主席 起来 看你们两个人高兴的样子 魏广的身体已经无碍了吧 托皇后娘娘红服 臣已经痊愈 那就好 对了 四角太监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一时半会儿臣尚无头绪 但宁芝见了臣送去的高公公画像 说几乎一模一样 想来只要从高公公那边开始彻查 就可以了 不过皇后娘娘 有一就有二 这个四角太监虽然行踪诡异 但是他在宫里 而且又帮了我们 他肯定还会再次出现的 皇后娘娘勿许担心 以臣所见 此人对我们并无恶意 好 那此事你们二人要多上点心 你们帮本宫斗倒富贵妃立了大功 心里可想过想要什么赏赐 奴婢是皇后娘娘的人 承蒙皇后娘娘照顾已是感激不尽 哪里还敢要什么赏赐啊 是吗 本宫以为你早已对魏广芳心暗许 心里还想着要将你许配给魏广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看来你已经打定主意 要跟本宫终老了是吗 奴婢愿意陪着皇后娘娘 只不过 只不过 魏大人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愿意知随魏大人 好 本宫决定送你三个赏赐 回去想清楚再回禀本宫 但凡本宫能够做到的 一定全部都答应 谢皇后娘娘 平日里 供你们老说本宫凉薄 不体恤下人 本宫这次叫他们好好地眼红一下 没想到皇后娘娘这么大方 竟赐给了我们这么重的赏赐 我得好好想想 这两个赏赐怎么用 两个赏赐 第一个已经想好了 就是要命朗坤 立刻解除掉我娘 还有百戏团的通缉 我跟你写的信你也看了 他是怎么对待梨花学堂的 可是你还说老坤不可杀 对了 宁致 你有自己的愿望吗 有啊 我希望梨花学堂的姐妹 不再受欺负 那你自己呢 你想要什么 我自己 其实我从小就有一个愿望 我想要做官 这想法怎么来的 戏台上看的呀 一个清官可以拯救 多少老百姓呢 其实从小 我就跟着我娘 卖一套生活 这人间的冷暖 我是再清楚不过的 我们平民老百姓 过得很凄惨的 就拿小丽的惨死 还有我们百戏团 被追杀来说吧 这就是为官的 一句话的事 要是我做了官 我就要做一个 为老百姓名不平的清官 专治老坤这种混蛋 只是自大梁开国以来 女官只有区区十几人 你想做女官 何其难 之前还有人说 我不适合留在后宫呢 你看我现在 火得风生水起的 还得到了皇后娘娘的赏事 我朝最忌讳聘及私塵 太祖时便立下 后宫铺的干政的规矩 你以宫女的身份 想要做女官 更是难上加难哪 不就是不可能了吗 这倒未必 如果你为朝廷立过功 又有皇族的推荐 或许还能成功 我阻止了富贵妃 和颜宽的阴谋 皇后娘娘她也是皇族的人啊 那我就等你成为叶大人 不是宫女 婚配嫁娶 你便自由了一些 那 我也 cannot know 你想得是这个啊 那 原来 我就要更努力的 去做一个女官了 其实我们也不算是白跑一趟 那个高公公的尸体 还好端端地在棺材里面 这说明宫里那个 一定不是自脚太监 只是我们的线索就断了 也不尽然 那个神秘人假扮高公公 至少说明他不想以真面目识人 也就是说他现在有真实身份 不想被揭穿 我好像还不大明白 那个神秘人刻意隐藏身份 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 我们暂时静观其变吧 我只是想起一些往事 往事 我只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爹的事情 他含冤而死 我娘已经过世了 这些年来我都是一个人 我爹原本是个将军 后来被先帝下令巫马分尸 这么残酷的刑法 他到底犯了什么重罪啊 我之前打听过 也只是听人说 先帝怀疑我爹叛乱通敌 有可能是我爹功高盖主 总之 风言风语真假难辨 当年是太后抱下了我 我也曾经追问过 太后却绝口不停 只是安抚我 这让我更加认定 我爹是含冤而死 不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要留在皇后身边 是因为她可以替你申冤对吧 不全然如此 皇后曾经也受到皇上 百般处碍 登上后院之后 势力更是遍布朝堂 如今太后也要礼让她三分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 虽说后宫不得干政 但不管是朝堂还是侍境 哪里都有自己的规则 皇后在朝堂上势力极大 我是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继承我爹的遗旨 重回朝堂 做个将军 这是我魏家子孙血液 流淌的忠诚 但是想要以罪臣之子身份办到 此事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只能把希望 寄托在皇后身上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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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